同学们好,欢迎来到9R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二次书第八课的这一个句型部分的内容 那么在前边的这个对话和课文部分 我们已经对这一课当中一些重要的句型和动词的表达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下面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将对其中比较重点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好,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哪些句型或者是表达呢 首先看第一个叫 那么这个动词 表示叫什么什么名字,称作什么什么,这里边 那么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称他叫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称作这个人的名字,后面开载 它可以直接加,也可以记住于这个借词B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实际的例子当中 然后再理解它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 那么首先这个 它的主语是 意思是父亲 这是 那么后边是 那么是他的儿子 也就是说父亲叫他的儿子 什么名字呢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种 他的用法 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 父亲叫他的儿子 第二个例句 那么这个句子啊 名字句 看了引导的 后面他的这个主语是 阿拉伯人 怎么样呢 他们会叫 阿拉伯人 意思是也门 这个国家 那么阿拉伯人会叫 也门什么呢 B 接了这个借词B 是幸福的国家 那么这一句话 整合一下 也就是说 阿拉伯人曾称 也门是幸福的国度 那么他这个第二例句当中 用到的句型就是 接了这个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 那么首先第一个 这个动词啊 它是这个 过去式动词 它的被动式的变化形式啊 叫被称作 什么被称作呢 主语是后边的 这表示市场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市场 它是 它的这个形式 虽然说是阳性 但实质上 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那么这里面也就是说 这个市场呢 被称作什么呢 B 这次后边 叫什么 叫做人民的市场啊 所以这句话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市场 被称为人民市场 被叫做人民市场 百姓市场 也可以 好,第四个句话 好,第四个句话 一起来记 那么什么是必须的呢 Takuna 这个主语啊 其实 Tesmeetur es yei 叫做事物的名称 要干嘛 Takuna Elemiete 要是合理的 科学化的 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 这个事物的名 东西的名字 应该是科学的 应该是科学化的 好,那么这四个例句 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Same 表示叫什么什么名字 这个动词 它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两种形式 一个是Samehukada 另一个就是Samehukabikada 那么同样的这个动词 可以用它的被动式形式 就变成Samehukabikada 然后Samehukabikada 加上一个代主语 Neibu al-feil 就这里面代主语 然后加上一个介词 B来表示 这是它的这个用法 好,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个叫Hawalai 这个动词 那么它的意思叫 试图尝试 那么这个词 其实在课文部分 我们接触的比较多 就是它的这个命令式形式 对吧 叫Hawil 这样子 那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动词 它的这个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好,首先来看第一句话 第一个例句 Hawalatu Varika Maratin Kathiratan Vaman Najahtu 那么第一个表示 Hawalatu 意思是 我尝试了很多 我尝试了 Varika 可能说 泛指某件事情 那件事 Maratin 许多次 这是Maratin的附属 许多次 Kathiratan Hawilu 尝试 加上这个 N引导到这个句子 后边 Yu say 而一代 那么还是 他作为这个动词的主语 他尝试去帮助 帮助谁呢 Zami 来 帮助他的同学 或同事 然后 A来 后边是具体帮助的内容 帮助他背 帮助他背 什么呢 Al-haqibati 是包 书包 或者是各种背包 Al-haqibati 是沉重的 也就是说 他帮他的朋友 背很重的包 那么最后边 这个句型 是 Sai Adel Fulanan A来 什么什么 是吧 那么这句话 整个意思就是说 Hamdan 试着帮他的同学 或同事 背很重的包 第三个例句 How will An-tef-a-la Vedika Binaf-se-ka 那么这个又是 他的命令式的形式 对吧 How will 尝试一下 An 然后 后面是 Tef-a-la 做什么 做Vedika 做那件事情 Binaf-se-ka 意思是 自己 独自的 亲自 所以这句话 也就是说 你尝试自己 去做那件事吧 你自己去试试看 第四句话 Fashilat Muha-wa-la Tuhum Wu-la Kin-na Hum Lam Yai-esu 那么这个 Fashilat 意思是 失败 失败 主语是 Muha-wa-la Tuhum 那么它呢 其实是由 这个Hawla 动词的 词根变化而来的 变化成的 复数形式 Muha-wa-la Tuhum 意思是 他们的仕途 他们的尝试 他们的尝试呢 失败了 Wu-la Kin-na 但是呢 他们 Lam Yai-esu 并没有 失望或 绝望 所以这句话 整合一下 就说 他们多次的尝试 都失败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 因此而失望 或绝望 好 那么通过这四个例句 我们会发现 Hawla 这个动词 它呢 其实是一个 基物动词 它的使用方法 也比较灵活 那么后面呢 可以直接接上一个句子 表示 一个意思 那么或者呢 可以由 Hawla 和接上这个 用引导一个动词句 来表明它的这个意思 也是可以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Hawla 还可以通过它的变形 比如说 使用它的这个词根的形式 来表达其他一些意思 就像第四个例句当中一样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个 动词叫 Hitama 那么这个动词呢 它有多个意思 是吧 有见面啊 聚会啊 开会啊 这样意思 那么具体要用哪一个 那当然 这要结合具体的句子当中去理解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聚会 这个动作 这个动词 它的这些例句 首先第一个例句 那么首先这个动词是表示 将来是 将会聚到一起 那么谁呢 这个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正词 正词这个 它意思叫代表 代理人 那么代表后边 这个Almodovina 意思是员工的代表 所以整个 因为它的这个主 这个正词和偏词呢 用的都是附属形式 所以呢 原本的这个附属代表 代理人 它是原形式 Mandubuna 那么因为作为正词 所以末尾的Nai 去掉了 变成了这个形式 那么所以这正片组合 意思叫做 职工啊 员工的代表们 干嘛呢 和谁聚到一起 B后边 B B的Mudiri 和这个经理聚到了一起 在哪呢 Fee Maktabihi 这指的是办公室 那指的就是说 聚到了这个经理的办公室 所以He指代就是Almodiri 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 这个 员工的代表将于这个经理 在他的办公室 开会 那么这时候 它的用法就是 Ijtema 然后呢 B Felani 就是谁和谁要聚到一起 干嘛 好 第二个例句 Ale Maidati Shay Ijtema Fradur Wusrati 那么首先 这是一个戒词短语 Ale Maidati Shay 那么Shay 我们知道是茶的意思 Maidatun 意思是桌子 那么这个正片组合构成 就是 茶桌 所以说 在茶桌上 干嘛呢 Ijtema 来聚集聚会 Fradur Wusrati 意思是家庭的成员 那么这句话 整个下 就是说 家庭的成员们 在茶桌上聚会 好 第三句话 Yajtema Almas Uluna Felani 那么这里边 这个主语是 Almas Uluna 它呢 是意思为负责人 它的单数形式是 Mas Ulun 这里边的是一个 加了贯词的 复数形式 Almas Uluna 那么负责人们呢 是聚到哪呢 Yajtema Felani 是聚会 在这个大厅里边 在大堂里边 开会 这里 第四句话 Ayyuhai Zumalau Andana Ijtema'un Badal Duhri Al-Yumi 那么这句话 Ayyuhai Zumalau 意思是 各位同学们 Andana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Ijtema'un 有个会议 Badal Duhri Al-Yumi 再成Badal Duhri 意思是在午后 Al-Yumi 是指今天 所以这句话 整合下就是说 同学们 今天下午 我们有个会 我们有个会议 要开 那么其实这个 Ijtema'un 它是这个 Ijtema'un 它的这个词根 然后转化而来的 名词的形式 意思为开会 就是意思为会 会议 那么好 我们整理一下 通过这四个例句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Ijtema'un 它的几个意思 有这个会见 有开会和聚会 那么要根据 就是相对应的 这个人 以及这个主体 和客体之间 他们这个身份 来决定 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里边 大家要注意 那么它的使用当中 有一个是Ijtema'un 然后Be Fulani 值得说 谁跟谁一起 干嘛干嘛 聚会 开会 或者是什么什么 会面 那么或者呢 它有另一种 就是Ijtema'un 其实是开的 直接接上 什么什么东西 也是可以的 这一边 大家要注意到 这个细节 这个稍微一点点的细节上 大家要注意到 好 那么通胀情况下 还是会接这个 Be动词的 Ijtema'a'b 这个构成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Ijtema'e 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动词 我们在单词表当中 学到的叫什么 它叫做 把什么什么当作 把什么什么看成 那么这里边 大家要额外的 把它分成两个意思 第一种就是 把意思为 把什么什么当作 把什么看成的意思 这个时候呢 这个动词 是一个极两物的动词 就是可以同时 接两个宾语 那么第一个宾语呢 是要加冠词的 就是要确词 第二个宾语呢 就是用 泛指宾格的形式 那么第二个 它的意思表示 采纳采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是相当于一个 极一物的 这个极物动词 就是能接一个宾语的 那么具体是 怎么来表达意思的 我们将在句子的 句子当中 来进行分析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几个例句 首先看第一个 那么这个 意思说是 我们 然后把的这个 宾语 是把谁 当作什么呢 我们把书 然后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 两个宾语 所以这里面应该能够 拟定为 它的意思应该是 把什么什么 看作当作 那这里面说 我们把书 当作朋友 那乃乃是 对于我们来说 在生活中 所以整个下 也就是说 我们把书 看成是 我们生活中的朋友 好 第二个例句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动词句 它的主语是 意思是 公司的经理 然后 这表示什么 几步 因为我们知道 表示几个 不罚 它的这个步骤 它的这个 复述形式 所以指的是几步 那么 目的在于什么呢 Muallegity had he the musculity Muallegity 意思是解决 因为这里面 他选择的这个 词根的形式 刚好是解决问题的 那个 那个用法 所以就指的说 是解决问题 那么这里边 整合一下 这个 公司的经理呢 是怎么样 几个步骤 来解决问题 那么很清晰 就能判断出来 意思就是 公司的经理 采纳了几个步骤 是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 再往下 第三个例句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句话的主意是 al hukumet hukumet 意思是政府 政府干嘛呢 azera'ata 叫做 这是农业 这个大家都记住 农业 azuna'ata 是工业 technology 是科技 al haditha 是现代科技 然后 essane 出现了 一个宾语 又出现一个宾语 essane 叫什么什么的基础 essane 是指 什么什么的基础 lì totour 意思是发展国家的基础 那么所以这句话 就是说 政府呢 把经济 工业 把农业 工业 和高新技术 当作发展国家的基础 基础 这样的意思 好 第四句话 se nufakiru fi itihadi ra'ika 那么这个动词说 se nufakiru 意思说 我们会考虑 我们会思考 然后它搭配的基础 就是fi 后边 itihadi ra'ika 什么你的想法 不能是当作你的想法 对吧 所以这里就是 才那 才那你的想法 才那你的观点 所以呢 这句话也就是说 我们将考虑 才那你的观点 才那你的想法 好 那么通过这几个例句 我们就看出来了 这个 itihadi 它呢 这个不同的意思 它的这个用法上面 会有不同的方面 那么作为当什么什么时候 当作 把什么当什么什么 把什么看什么什么 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以接两个宾语的动词 那么当它意思叫做采纳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以接一个宾语的动词 我们在这一条好传达的动词 我们在这一条好传达的动词 就把大家 stretched tam 嗯 希望usc go 最好